子凌开麦 哈喽大家好我是子凌 那么去年呢让人感觉超美心 也跟着沸腾的屏东圣诞节 今年在屏东公园的入口 就有一座高达12米的旋转音乐盒 所以呢在整个施工的时候 其实也让大家都超级期待的哦 那在今年呢屏东圣诞节的活动期间 每周末的18点到22点哦 每个整点呢在野林大道上 巴洛克风格的宴会厅浪漫雪厅 这一个主题灯饰呢 就会出现梦幻的下雪场景 那么在11月11号就是点灯哦 开幕的时候呢 哇那个现场真的是 非常的受到大家欢迎哦 有来到雪国的感觉哦 那么让这个南国呢 就瞬间化身为梦幻的雪国 连海报呢都是非常的有创意 今年呢是一个互动立体在溜冰的圣诞老公公 所以呢紫玲在采访的时候 真的恨不得就马上把这个海报带回家 来跟大家炫耀一下 那屏东圣诞节呢 一路会点灯到明年的1月2号 在这期间会推出圣诞老人环游世界几张活动 现场搭设了有包括像日本、韩国、欧洲、美国、加拿大等等 五个国家设计的打卡区 让大家呢不出国也能够环游世界一周哦 那民众呢只要挤满印章就可以去兑换圣诞的小礼品 在指定时间呢身穿雪白装扮的圣诞老公公也会带着小帮手们 出现在打卡区跟大家来互动发送糖果还有拍摄限量的拍力的照片 那另外呢要给大家的资讯就是包括 从现在开始到12月11号会推出圣诞摄影比赛 欢迎各界摄影好手到活动现场来拍摄出最精彩动人的作品 另外呢12月底还会举办最受民众喜爱的圣诞异国市集 现场会邀请2022时大办手礼的获选商家一起来同欢哦 那么一共有45家的摊贩会贩售异国的饮食 饮品服装等等 欢迎大家到多一度的屏东体验不一样的圣诞氛围 好那我们来屏东玩哦 就是这个非常有圣诞气氛的屏东圣诞节 当然免不了会消费哦 那您就要推荐一款很好用的 而且呢中奖几率会比别人还要高的统一发票对奖APP 这个是我们财政部所这个设计的统一发票对奖APP哦 那他可以自动的对奖 中奖会主动通知还有奖金对领啊 避免发票遗失或是忘记领奖很多的好处哦 那只要四个步骤呢我们就可以绑定它 第一个就是呢我们要去下载同一发票对奖APP 第二个申请并且绑定手机条码 第三设定领奖的账户 第四设定载具归户 那以后呢购物就可以轻松的使用发票载具 云端发票除了一般奖项之外 还可以享有云端发票专属奖对奖资格 每一期包含一百万元奖三十组 两千元奖一万六千组 八百元奖十万组 还有五百元奖有两百一十五万组 相关的一些详细资讯 大家都可以上财政部的网站来进一步了解 以上是中区国税局广告 去年让人感觉超美心也跟着沸腾的屏东圣诞节 今天又有什么让人惊艳的布置和活动呢 子玲邀请到了屏东县传播及国际事务处迎奉兰处长 来介绍心动就要马上行动的 2022屏东圣诞节 我想每年大家非常期待 我们屏东圣诞节在我们屏东公园的一个展出 那我们今年从去年其实一结束 我们就要想说今年到底要展什么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以冰世界雪国度 来作为我们灯式的主题 那想到这个你就会想到说 那到底什么叫冰世界雪国度 那大家想象 如果我们的主灯呢 它是一个高达十二公尺 真的很高 十二公尺有多高呢 我们一层都大概三公尺 好那三公尺 我们有十二公尺 表示四层楼高 在这样下面 我们四层楼高的一个旋转音乐盒 它是有一个璀璨的冰山的一个造型 那这个很难大家看到了 它就是会旋转 三百六十度的旋转 那十二公尺高 所以真的非常的壮观 那主要灯式范围呢 大家就会从我们 在除了在屏东公园之外呢 在外面 还有从我们的 从太平洋这边 一直到我们屏东仁爱路段 这里我们一共会有十五组的一个灯式 那另外呢 我们今年因为叫做冰世界雪国度嘛 大家想都是白色的世界 所以今年呢 我们会以蓝色跟白色 来布置整个一个光环境 然后打造成一个浪漫的一个圣诞国度 那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过 我们童话传奇的一个圣诞节 屏东圣诞节的活动 何时拉开序幕 那么会展出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会从十一月十一号开始点灯 一直到我们的明年的一月二号为止 那每个晚上的五点半 我们灯就会准时亮起 一直到晚上十点为止 那如果遇到假日呢 我们就延长点灯到我们的十点半 那其中呢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大概是十一月十一号 因为是点灯日嘛 我们下午六点钟呢 就会在我们屏东公园的 椰林大道入口 这个地方来办理点灯的仪式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 今年的主灯璀璨冰山 那主灯秀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 我们今天的主灯是十二公尺高的璀璨冰山主灯秀 那这个主灯秀呢 我们这个主灯呢会做三百六十度的一个旋转 那每半个小时它就会旋转一次 那旋转一次要多久呢 因为它很重 它很高 所以它旋转一次呢需要五分钟哦 需要五分钟 所以呢从我们点灯那一天开始 一直到一月二号为止 每天晚上的五点半到十点 加至到十点半 每三十分钟我们就会表演一次 去年的屏东圣诞节 让许多朋友印象深刻 而且呢是沉浸在整个 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 那不晓得今年的活动内容有哪一些呢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今天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特别 像现代人手机拿起来就要拍照片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有一个 圣诞老人环游世界的一个急张活动 因为大家其实在疫情节都闷坏了 都没有办法出国去旅游 所以呢我们今年特别在我们的屏东公园里面 设置了五座打卡区 那打卡区呢最特别最特别的是 每一座打卡区都是一个不同的国度风情 那我们有一个日本 韩国 欧洲 还有美国 还有加拿大 我们特别把它布置的像它一样的一个空间 然后当大家进去之后 你好像真的人到了加拿大了 所以去拍照了 你好像真的到了日本了 在拍照一样 所以非常的特别 而且呢 你只要这五个地方 你都去拍照打卡了呢 那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服务台来 兑换我们的圣诞小礼物哦 那我们圣诞小礼物一定会让大家觉得物超所值 然后另外呢 哎我觉得大朋友小朋友最期待 就是圣诞老公公来了 然后要发糖果发礼物 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圣诞老公公发糖果的时间 就是一遇到周六日还有国定假日 那六点到十点 我们的圣诞老公公都会出现在我们的公园里面 随机来发送棉花糖哦 那所以呢欢迎大家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小孩子真的很期待 圣诞老公公拿到圣诞老公 他会觉得一年很幸福 就一定要在我们的每周六日 还有国定假日来到我们的公园里面哦 那另外屏洞下雪了哦 屏洞这么热会下雪不容易哦 所以呢我们也一样哦 今天有安排屏洞下雪了哦 那一样是在我们活动期间呢 假日我们都会在六点到十点每个小时哦 都会下一次雪哦 那一天是无常哦 那另外呢 圣诞老人的拍立得哦 也是在我们的呃 假日的时候哦 你只要在我们的五个打卡区里面哦 限时限量排队哦 你就有可能可以跟我们的圣诞老公公拍照合影 而且立刻呢 我们会用拍立得的相机把照片送给我们的呃 我们的好朋友哦 另外呢还可以加码去跟我们圣诞老公索取圣诞糖果一份哦 然后此外大家也很期待哦 在圣诞节的时候参加圣诞市集 所以呢我们在12月23号的下午4点 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呃 圣诞市集开张哦 一直到我们12月25号晚上为止哦 一共三天 那我们除了邀请我们历年来得到十单伴手里的优选的商家之外 另外我们也会招募我们异国风景的摊商总共45摊 然后让大家在这里呢 可以吃到美食 可以买到不一样的衣服 有不一样的手作文创品等等 那我们也会穿插有街头表演节目 让民众来到这里看灯 然后参加市集 然后享受拿礼物 然后享受最美的一个圣诞夜 今年的屏东圣诞节在灯饰装置方面有哪一些的特色呢 那我想我们今年既然是用冰世界雪国度来做主题的规划 那我们就特别规划了15座的一个特色灯饰 那每天晚上5点半开灯 那例如说我们刚讲到这就是主灯 这是我们的璀璨冰山 那除了这座冰山之外 用音乐盒的概念来做冰山之外呢 那冰山上面我们就看到圣诞老公公坐着麋鹿拉的雪橇在上面 就在我们上面仿佛是飞奔而来 然后旁边我们会搭配一些圣诞树 让这个地方你只要看到主灯就觉得 哇 真的很圣诞 一定会让大家惊喜连连 那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叫圣诞雪厅 所谓圣诞雪厅其实就是在我们进去的耶铃大道上面 那我们以欧洲的华丽风为设计 搭配每一个上面 每一段每一段都会有一个水晶灯 再加上蓝白的羽毛造型 然后搭设旁边的一个欧洲宫廷式的一个宴会门 那在这个地方就会好像让你走进来之后 你好像在欧洲参加一个宫廷式的宴会一样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雪印流光 它是三座大概3.5米高的一个大型冰山的一个造型 那冰山的上面都会有流动的一个灯带跟灯串 来打造星空点点的一个效果 这个地方也绝对是一个唯美的一个拍照地点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做幸福瞬间 它是在四米的幻彩装饰上面 然后搭配28组的圣诞树 然后白天呢它阳光洒落倒影冰灯 那夜间打上灯光之后又有不同的一个氛围 大家看到它是在水上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星空圣诞 它是以七米双层圣诞树来做发想 都会放在我们原来小火车这个地方双层的圣诞树 那用圣诞草跟LED灯来布置 打算打造不同的完全不一样的圣诞氛围 很宁静的感觉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冬季献礼 它是用六座的圣诞铃铛它来做设计 那每一座灯饰都用不同的颜色 你走过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感受到不同地方的一个圣诞氛围 拍起来一定很美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雪之湖 是用我们的半雪花还有圣诞红做设计 那它会倒映在我们的湖面上成为很美的一个灯饰倒影 然后另外雪链国度它不同于以往 我们在这个地方大草地这个地方都适用比较平面 我们今年完全改成立体 让那个雪的感觉更明显 然后画面就会更有层次感 那民众如果站在里面 你好像真的到了雪景里面会很不一样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雪霜美镜 那这个地方我们大概就会在我们我们的体育馆前面 体育场前面 那我们用一些网子来编织 那圣诞红来编织 让视觉上有一个冰冻结霜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然后另外雪洞秘境呢 雪洞秘境来大家看到 就是我们整个九重葛这个地方 我们会用淡色系仿真的花草来布置 让九重葛这个地方很浪漫 然后再加上上面有串灯 所以整个拍起来整个延伸两座九重葛我们都会做 所以很美 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很期待 就是在我们的民权路口这边大概会有什么呢 我们今年会跟给大家不一样的雪怪 我们今年出现雪怪 雪怪高达多高呢 10米 这样的大雪怪呢 它会用圣诞草来做装饰 让它有种毛茸茸的视觉 那它又很讨喜 相信这个时候我们在白天看 它也不会一般灯是白天就没办法看 不好看 可是我们让它白天也是一个拍照点 晚上打灯之后又有不同的风情 那只要远远的大概从那个民族夜市走过来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座灯饰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陈梦马车 到了这个应该是很多很多的少男少女 在年轻时候很梦幻 到了年轻到了老年还是会想说 我有没有机会做这样的马车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用不是一般的 我们是用铁意制作马车的造型 就是铁的艺术作品来做 然后再用灯带来勾勒出来 那它一样是一个非常美的 然后另外我们也把屏东的一个 屏东的字样重新 今年因为搭配我们的雪国度 所以特别重新上了水蓝色的一个样子 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每年都在想 这个屏东会变什么样 我们今年会把它变成雪国度的概念 然后再来就是雪上飞扬 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从去年开始 我们会把我们的公园路这个地方 做跨界的灯饰 今年我们用雪上飞扬 用雪花来搭配天使羽毛 搭配整个我们评论公园里面的布置 把它串联起来 让白雪跟光芒的结合 让整个世界就你走进去 然后再进入到公园里面 整个做一个搭配跟结合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的璀璨星光的部分 那我们是用雪 我们知道雪都比较冰稳的 那所以我们在这一区里面 就希望说延续冬天我们用黄色的灯光 让大家在这里有一点稍微温暖 你都冷完了 你总会想说我可以暖一点 好在这个地方 让大家用挂在树上这样的一个黄色的灯光 然后它会发出像光芒似的 它让大家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点暖 冷够了总要让自己稍微回温一下 在这个地方 好那么听起来呢 就是2022的屏东圣诞节 非常的精彩可奇 如果大家想要清楚 更多的活动内容的话 可以到哪里去查询呢 对大家如果知道详细内容 可以上我们官网查询 2022屏东圣诞节的一个活动网站 或者是脸书都可以查询 然后另外也可以在脸书搜寻 我们屏东县政府传播记 国际事务处 还有我们的爱屏东都可以得到最新的一个资讯 2022屏东圣诞节 今年呢 宾世界雪国度 刚刚听到了屏东县政府 传播记国际事务处的 迎凤兰处长的介绍 相信大家呢 也一定会心动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赶快安排时间 从11月11号开始呢 会一直就是到明年的1月2号为止 那么在屏东公园 叶林大道 还有相关的一些交通资讯 展出啦 活动啦 都欢迎大家呢 可以到屏东的网站 就是这个活动网站 或者是脸书上面的搜寻 就可以得到最新的资讯咯 今天呢 我们就谢谢迎凤兰处长 接受访问 谢谢你收听紫玲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紫玲开麦 紫玲也想听听 你在听完这一集节目后 有什么想法或感受 欢迎留言分享 或前往紫玲的官网 内职天生来逛一逛 我们下次见